美国总统特朗普 怎么样 很开心很激动 是吗 握着我的手 哎呀 你这个小孩儿真宠明啊 哎呀我得宁啊 这是你们县长嘛 特朗普一嘴河南话 怎么了 有这么说的 小孩儿 他那个国语是跟王富贵学的呀 你看这反正 河南是改造世界的吧 当巷人演员在台上吹起牛来 那程度到底能有多离谱 越一张嘴 就能把漂亮国领导 说成河南老乡 那怪不得孙岳要加上一句 河南人改造世界 哪怕是和师父大爷一起合作 岳云鹏这地道的河南话 也是张嘴就来 我记得那会儿烧饼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买什么 馄饨 哦 您听成什么了 买一馄饨 老本京人说话就这样 有口音 接近郑州方言 给您买了一碗馄饨 馄饨 你再说一遍 小孩儿你再说一遍 扫兵区买了一碗馄饨 咱们都叫馄饨 咋啦 他讲不讲说了 咋啦 身为河南人的事儿 听岳岳说馄饨两字完全不违和 直到郭老师修正 我才明白自己说了二十多年的错别字 这也就不能怪岳岳改过来了 打小说到大的词语 谁能一时间改过来呢 哪怕说起自己的故乡 岳岳都能在台上等个包袱 我北京人呐 我打小生活在北京的南城 那会儿啊 您等会儿 您等会儿 我还我真没晓得 南城哪儿啊 那个那个郑州胡同吗 北京有北京有个郑州胡同 你忘了 我怎么不知道 郑州胡同挨着哪儿啊 你别托我嘴 你嘴 快过黄河了就快 你怎么改猪和松了 你怎么 万幸吧你 这老猪到现在 他爸爸还没出来呢 岳岳的郑州胡同一出口 直接听蒙了打等孙岳 那也就不能怪孙老师吐槽 不过这也不是孙岳第一次吐槽岳了 早在商演专场上 拿大师兄杂怪的岳云鹏 就被孙岳一顿刺 为了他拜访过四大名山 那那那是为我 去过峨眉山 为我 去过普陀山 为我 去过舞台山 为我 去过花果山 为猴 花果山干嘛去 给你找大师兄 给你找大师兄 就你们家没大师兄 我看 孙岳这话一出口 估计岳也都没想到 明明是调侃孙岳的包袱 怎么最后 全落在了自己身上 不过要说岳和孙岳 杂挂最解气的包袱 那必须是在综艺节目中 一遇双关的 替自家师父和师弟 出气的场面 那俩胖子都快睡着了 让俩胖子上来 咱们玩会儿好不好 其实我们两个 真的是相声界的新人 咱还算新人呢 因为比较年轻 我刚三十 他五十七 我们两个人 您等会儿 谁五十七 您多少岁 我不到四十 我三十多岁 他不到四十 对了 加起来其实岁数不大 不大 但是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资历比咱们老的 这有 对不对 有 有长得比咱们老的 那太多了 对不对 有遗老卖老的 谁呀 谁呀 说说 咱们俩眼神 一二走 岳岳和孙岳这包袱 看似是在调侃张国立 可是懂得都懂 岳岳这是拿包袱 替自家师父和师弟孟可堂出气呢 你还别说 一箭双雕 算是让岳岳玩明白了 不仅内涵了那位 南卫师父的相认前辈 还能调动全场欢乐氛围 岳岳这实力 不会是德云一哥 别看岳岳这会儿 维护自家师父 只要向上舞台需要 岳岳砸挂起师父来 也是顺嘴的喊 都知道郭老师唱戏好 但谁能想到 郭老师唱什么都是戏味啊 你喜欢这样的岳岳鹏吗 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今天又是期待酒粮 来看我视频的一天 喜欢的话点关注呗 我看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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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你了